如果今天真的要看一件衣服多少钱的话 我现场脱衣服 我是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希望我要脱光 他们才满意 被台北市议员苗博雅质疑全身名牌 国民党立委徐巧心气炸 脱下身上穿的西装外套 就连内衣裤品牌都一一交代清楚 只要衣服能够重复穿 甚至作为二手衣 给我的家人穿 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但是这不等于 我所有的衣柜里面 都是他们所说的 所抹黑的那些价格跟那些衣服 至于苗博雅在直播节目中 质疑这件深蓝色连身裙 是要价十万的法国名牌 徐巧心也狠狠打脸 其实根本不是LV 而且我取得的价格是零元 这件衣服是 于美人送给我的二手衣 苗博雅柯南上身 一一比对徐巧心 至少七件穿搭和饰品 像是这双Prada皮革勒服鞋 定价四万三 另外徐巧心接受联访时 被媒体拍到的这只 劳力士相赚女表 要价将近三十万 苗博雅质疑 这些行头超过台北市一元 一整个月的薪水 得不吃不喝才买得起 而且徐巧心只澄清 LV连身裙是二手衣 代表其他穿戴的精品都属实吗 如果是都是真的 那他就有财产申报的问题 比如说劳力士那一只 不管他具体的款式 到底是哪一个 但是一定都价值超过二十万 那他应该要做财产申报 没有申报 我所有的财产申报 所有的财务状况 都经得起检验 所以不要捕风捉影 徐巧心反其 自家经营早餐店 一年365天全年无休 累积财富很正常 传名牌如果犯法 苗博亚应立即 向司法机关或监察院提告 TVB新闻综合报道 为何加入检视徐巧心大区 苗博亚的回应很直接 他过去用圣人的标准 检视别人 那可是现在呢 却被人家发现 它是低于一般人的标准 那这当然可能就会产生 冲突的问题 而跟苗博亚同立场的还不少 像是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李宇桑 就指控徐巧心跟其丈夫 年收入约为420万元 为何等短一年内 存款从400多万变成800多万 一年赚420万的人 竟然可以存款存415万 难道过去这一年来 你都不吃不喝吗 数学不会就是不会吗 除了我自己的一元薪水之外 还会有一笔费用叫做通告费 2022年12月28号的时候 甚至还会入账一笔 2022年选举的补助款 绿营的质疑 徐巧心见招拆招 但有些攻击似乎跟诈骗案 扒杆子打不着边 像是徐巧心在高中前 本名叫做徐美凤 另外媒体人温朗东 称她丈夫是靠特权免兵役 有必要弄到连我的先生 被造谣说她的爸爸陪她特权 什么兵役 她结果她必须要拉开她的裤管 给大家看她的小腿有肿瘤吗 痛疲民进党和侧疑 无地方使 毕竟连杜炳城的估掌 是十大重型通气药犯 徐巧心也被追问 杜炳城的估掌 你知道杜炳城的估掌 跟我的关系会有多远吗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人 而徐巧心被穷追猛打 蓝莹自家人分析 跟这有关 看起来仍然是一个政治的操作 那目的其实很简单 就是压制住 帮蓝莹讲话的声量 当初徐巧心监督 民进党的力道有多大 现在翻扑的力量 就有多强 TVP的新闻 董佑俊华柔 台北报道 第一个 那个苗博雅 我今天要郑重的 请苗博雅议员 不要造谣 能够公开的向我道歉 他 我看一看那张画 呃 等一下哦 不好意思 评论应该要本于事实 所以在这里郑重的希望 苗博雅议员公开的向我来道歉 他在直播的时候 所秀出的这张声称是LV的连衣裙 其实根本不是LV 而且我取得的价格是零元 这件衣服是余美人送给我的二手衣 也就是说他上节目的时候他可能穿过 然后呢 但因为他是艺人嘛 所以穿了几次之后 那不见得会继续穿 所以他有很多的二手衣 有一次我去他家的时候 他就很好心的拿了五六件衣服给我穿 其中包括这一件 也就是这件是否是连衣裙 它的价格是否是十万元 那各位是可以向余美人 美人姐来求证的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去问问他 所以这件衣服实际上应该不是LV的 而且呢 也是人家送给我的 我没有印象它是LV啦 那再来就是 今天为了要攻击我徐巧星 连我穿什么衣服 多少钱都要管 请问是爱找谁了 犯了什么法了吗 所以我希望这些过去的寒沙摄影打不下去的时候 大家就不要再丢一些五四三的东西出来自取其辱了 如果今天真的要看一件衣服多少钱的话 我现场脱衣服 我是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希望我要脱光 他们才满意 这件衣服大家可以看看是什么牌子的 然后我其实 如果你们有看我平常时 在立法院的问证的话 我很常穿 也不是第一次穿了 前几天都是穿这件 然后我还有包色 所以我有米色 蓝色跟黑色 是Uniculo的 一件大概是一千多块钱 这件衣服 也要这样子吗 来 没有大家喜欢拍就拍 这件衣服 也是Uniculo的 大概八百多块 具体价格我不是很确定 我也包了色 四个还是五个颜色我都有买 当然 我们今天作为中央的民意代表 有的时候 我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衣服 但只要衣服能够重复穿 甚至作为二手衣 给我的家人穿 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但是这不等于 我所有的衣柜里面 都是他们所说的 所抹黑的 那些价格跟那些衣服 这个一点道理都没有 所以我想要问 民进党到底想怎样 要把我裤子也给大家看 是Uniculo的吗 要把我裤子脱下来给大家看吗 还有我的内裤 今天也是穿Uniculo的 有需要这样吗 我的内衣是sluggy的 有需要这样吗 所以我觉得今天 你要攻击 要有限度 弄了四五天了 为了我一个人 去窥探我的家里的生活 隐私 很多的讨论跟案情根本无关 也没有任何一条证据 指向我涉案 想要去告发的人 他们也去告发了 我也说我非常感谢 能够让第三方单位加入 一起来查清楚 因为我是用最高的标准 来检视自己 可是有必要弄到 连衣服都要造谣吗 有必要弄到连我的先生 被造谣说他的爸爸陪他特权 什么兵役 他结果他必须要 拉开他的裤管 给大家看他的小腿 有肿瘤吗 我想要问一下 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政治环境吗 他们在做的事情 难道不是霸凌吗 真的希望看到出了很严重的事情 他们才要善罢甘休吗 所以我觉得 过去我当然对民进党 有非常多的指教跟评论 可是我有造假吗 没有耶 我没有造假别人的一件衣服 是什么牌子的多少钱 我所有的事情是经过了查证 与公共利益相关 才公诸于世的 结果他们今天 开始打我的一件衣服是多少钱 内裤是多少钱 以后我在这里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要把我全身衣服脱光光 给大家看每一个牌子 大家才要满意吗 今天我跟我的家人 收入都并不低 还有我自己的家庭里面 也都是属于小康家庭 他们刻意的去讲 我是早餐店女孩 可是他们却 我觉得品格非常低劣地去诋毁了所有做小吃的人 把所有做小吃的人都说成是穷人 如果你不穷 那你就是说谎 不应该有这样的暗示 我们家是做早餐没有错 可是如果大家回头看 我一直都说 我们家是小康家庭 你们知道吗 如果一个做早餐的家庭 像我们家这样子 365天全年无休 连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工作 其实是可以累积一笔不小的财富的 只是那些财富是用我们的劳力 用我们每天的努力所换取来的 没有对不起谁 我们赚钱赚的心安理得 在台湾社会里面 有多少的老百姓 都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家庭 在甚至中小企业 小吃摊 里面一步一步的努力往上 最后他们也积累了不少的财富 他们的家人可能也有了阶级流动的机会 这本来应该是社会佳话的事情 在他们的口中 却因为要攻击我 而变得如此的不堪 所以他们攻击的 不只是我而已 他们攻击的是千千万万 因为坐着基层 而慢慢慢慢累积到自己成就的人 他们对我的批评 认为早餐店的女儿 就应该很穷 这样子的讨论 对于台湾社会来说 真的是一种伤害 所以我希望可以停止了 这种恶性的政治斗争 要逼着政治人物 在立法院里面 脱下自己的衣服 给大家来检查 大家不觉得很荒谬吗 今天如果他的所有评论 本于事实 我也愿意接受检验跟讨论 可是我刚刚已经说了 里面是造谣的内容 所以再次的希望苗博雅议员 能够在公开的场合 郑重向我以及所有做早餐的老百姓们道歉 早餐店的女儿不一定是穷人 我们拼手知足靠自己一步一步的努力 也可以打出自己的天下 而造谣也不应该是一个台北市议员 应该所为的 最后不晓得他是被说成菩萨之后 就飘了吗 不然怎么会有这么荒腔走板的不实指控 再次强调 希望苗博雅议员可以公开的 向我好好地来道歉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